白鹿低头沉默的这一幕 暴露了他和范城城私下的真实关系 你起开 他现在开始是我最好的朋友 某期跑男为助力亚运会举办 特别邀请了29位男嘉宾 这绝对是跑男有史以来 显眼包最多的一次 格外兴奋的范城城的举动 让白鹿都只能沉默 当猛男组的男嘉宾上场后 白鹿拉着自己早年间 认识的圈中好友给大家介绍 对对对 这是我圈内最好的朋友 谁知白鹿话音刚落 范城城就禁止走过来一把 将白鹿拽到一边 迫不及待地宣称 他现在开始是我最好的朋友 此外私下相处时 范城城不知道说了什么 惹得白鹿直接口吐芬芳 如果不是周深兰州外加有镜头在拍 恐怕白鹿真的会忍不住动手了 就在观众以为两人的日常 就是打得闹闹时 范城城接下来的举动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 某次做游戏时 五位嘉宾要轮流谈白鹿的脑门 其他几位嘉宾为了节目效果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魏大勋谈脑门的声音之大 让白鹿腾的眼里含泪连连后退 让baby都忍不住替白鹿鸣不平 轮到了范城城时 他先是虚张声势吓唬白鹿 就当白鹿以为这次的脑门 要承受更大的重击时 范城城的手指 却只是轻轻地落在了白鹿的额头上 果然白鹿和范城城像极了欢喜姐弟 平时吵吵闹闹互相嫌弃 到了关键时刻两人 还是会双向吩咐 范城城的新电影上映时 白鹿会特地包场支持 白鹿出新歌时 范城城知道她不好意思自己宣传 在节目中反复cue 看到白鹿因为冷而反复搓腿 范城城会把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 节目后期采访白鹿范城城 最想和哪位嘉宾一起做生意 由于两人在之前的表现 明摆着没有做生意的天分 如果选择对方 一定会被炒CP被一顿乱克 所以白鹿显得格外犹豫 而范城城仅仅用了一句说破无毒的话 就把原本紧张的氛围变得搞笑 白鹿因为不擅长玩推理游戏 被观众骂没脑子 此后每到推理环节就忧心忡忡 范城城看到白鹿的尴尬和无错后 主动用调侃的方式让白鹿卸下了心理 顺带把自己也烧了上去 这对姐弟能玩到一期果真是有原因的 别的年轻小花和小生偶像包袱比谁都重 从形象管理到表情管理 愣是被抓拍不到一张黑图 可这俩显眼包的画风总是和别人不一样 别的嘉宾在玩枕头大战 可白鹿却在 众人都在围观嘉宾做排骨 可范城城却在 这姐弟俩可能比他们本人都了解自己 范城城连白鹿出去旅游的细节都了然于心 你去哪旅游了 鹿鹿 去大理 大理离这不远 28张自拍嘛 而白鹿在被问到范城城家里的狗叫什么的时候 也是脱口出 鹏城养的狗狗名字叫什么 哪一只 两只 范城城蜜啊 回答正确 两人的同况可能没有CP感 但一定有松弛感 白鹿只是商业吹捧了一具范城城的服装上花纹多 范城城就秒变傲娇弟弟 给白鹿都整无语了 还是停不下自夸的部分 玩放弃游戏时 别的组都在规规矩矩想办法压气 只有范城城灵机一动直接把气球咬和 目睹一切的白鹿笑的嘴更加合不上了 能一起闹也能一起笑 这样的友情谁不羡慕呢 不羡慕呢